~~ 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八字 物影仪丑 吉卯仪丑 这一个人说 这个八字人家说他会客妻 他会客妻 所以说不宜结婚 我们来看看客妻的一种八字 他就是怎样 第一个当然就是财被破掉 因为财代表的是桃花 所以把财破掉 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常讲的 财变少了 财变少了 多变少 他也一样会产生在婚姻上 不顺的一种情况 好 我们来看看这个八字 在这个八字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他的八字基本上没有任何的一个什么 水 也就是财 所以我们先从他最基本的财运来看看 这个八字进财会怎样 好 他现在大运是在丁嘛 我们来看他天干 在天干的时候 第一个魁没有用 户魁合 第二个 刃 丁刃合 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魁跟刃 根本没办法起到任何作用 我们在地支 那地支 那地支 直丑合 亥 引亥合 我们会发现到 他基本上 他所有的水都会被合走 被合走 我先跟各位讲 并不是克期的一种现象 他本来就没有了 他本来就没有了 哪有何来克期之相 他会产生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他出现会被抢走 所以反而这个八字 他的一个重点不是在于克期 反而是他容易 他的另外一半会被人抢走 他的另外一半容易被人家抢走 所以其实这个八字 反而出现财的时候并不利 我们有的时候 我常常讲就是说 八字没财没有关系 看他出现的一个状况如何 结果他假如出现财的时候 我乱七八糟 没财 没有财的问题 出现财的就出现怎样 没有加分 全部都是被合走 那都是被抢走的一个意思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 这个八字他反观 他要出现的是什么 他反观 你假如要看他的财 他要用的是食伤 他要用的是食伤 食伤可以生财 所以来讲这个八字 反而食伤来代表他的一个财 而且他的一个八字 其实在这个运程里面 也是比较需要食伤的 你看 卯木克仇吐 领木克仇吐 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属于什么 地支的一个日主受克的一个情况 最好用食伤 把这些官干掉 干掉的话 他自然就会好 所以其实这个八字的一个财运 反而是以食伤 不然你就不要出现 不要出现就会不好不坏 但是反观要是出现财 全部一塌糊涂 全部一塌糊涂 不管那是这个大运 那就算是不要看这个大运好了 你看 乌奎合 乌土克壬水 也是不行 就算不是这个大运 子丑合 对不对 尹亥合 他几乎本命就没办法 所以我们反而会说 这一个人可能是他一个什么 那种感情的绝缘体 可能我们还可以这样子讲 因为财出现你全部不见 全部都被合走 对不对 你看 只一出现被你的丑土合走 干被你认识的人合走 对不对 那这一个人一出现 被官合走 可能被长官怎样 抢走 那这一个回谁一出现 比年纪比我大的人抢走 对不对 那假如是这个任谁一出现 还破财 对不对 破财是怎样 分手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到 他所有的东西财出现的时候 是不是反而并不好 所以我们常常讲的就是说 有的时候没出现还比较好 有出现反而糟糕 所以各位就会知道说 这个八字 假如说要平心而论他的一个桃花 这确实很烂 我们等一下讲很烂 但是也不至于至少食伤还能够用 但是你看他的八字 有没有任何失伤 也没有 所以其实基本上各位就可以知道 这个人的桃花怎样 很弱很弱很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八字上 来讲他有没有客期 没有 他没有客期 但是反观 我们可以知道说 他的一个本身的财运不佳 桃花不忘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